Hello 大家好 这段影片就会很快去跟大家讲一下 今晚的其中一场法国月阳转播的心水 这段影片会最主要讲一讲 第四场赛事的森林大赛12点开跑 我自己看了第二场第三场第四场 这三场赛事都用了三四个小时去研究 最后我觉得第四场赛事 今晚的S2第四场是抵薄的 即是投注价值方面 我觉得这场赛事有权拼热碗死去求冷碗进来 所以我自己买了一条位置Q的户村给大家 看看可不可以找回早餐钱 或者明天的货食费 这场赛事绝对有权拼热碗 如果大家今晚想买的话 也要留意法国那边应该会下雨 那天雨的关系 那天雨的场地 再加上昨天也有马跑的 所以我认为会黏远场地 我自己选马的时候 也会选中外档的马 会更好 因为里面的场地可能已经偏慢了 而且在多马的场合 也要小心一件事 就是怕有一些马会塞车 如果真的被动了 我认为金枪也没用 你有金枪的能力也没用 你塞车 没有位置想就是没有位置想 多少能力也没用 所以我自己也会选中外档的马 今晚的赛事里面 我自己觉得 可能是海水门大赛 我自己不会买的 但观赏价值很高 我也想看看究竟 创世区 可不可以代表日本去打爆机 赢出海水门大赛 另外第2-3场 其实也有些冷门 都可以搏一搏它进来 我想这段影片的时间关系 我就不会说了 可能大家如果想知道的话 临场我们一起再谈 在Telegram里面 这里因为我今场想集中 讲一讲第4场的森林大赛 一级赛1400米 有冷门要撞的 我相信没什么人会贴这几只马 我自己就会撞这几只马 反而 OK 这一场 希望大家给个赞 赞好这一条影片 帮帮忙给个赞 其实我也知道成绩不好 因为今天日本那一条过关 就过不了 希望这一条是可以补到数 否则的话 我的心也过意不去 最重要是我也有买的 所以坐在同一条船上 希望可以一起中 首先这一场赛事里面 我自己就会喜欢几只马 首先我一来 就选了一匹 就是15号 一言即中 这一场赛事 我自己都花了很长时间看 这一匹的一言即中 其实它是爆发力很惊人的马 而且它在一级赛有证明 前一局就是那一场 罗斯齐尔德大赛 就追得很好 那一场赛事 就直逼后肚和性格迷人 其实如果你对比后肚和性格迷人 一来它的绑也很重 即是一言即中 那一场很重的绑 130磅 而你看回那一场赛事 它是最迟法力的那匹马 回来 它是差一点 就过了一只性格迷人跑第二 所以其实这些马 我想它如果它再早一点 法力 那条Q也有紧 因为性格迷人是跑得正好 回来 仅仅顶到第二 那我觉得一言即中 其实它的临力 应该和性格迷人是有得挥的 即是这一场的热门 苏敏龙骑那一只 另外 上一局跑松树大赛 这一匹马 它早段是塞车塞到云 它是最后85米才看胸开始骑 因为它早段给那一只 同场也有一匹马 我忘记了哪一只 它早段是被另一匹马封住 那个位置 出不了离塞车 最后八多米网空 通常的势力相当强劲 如果我想它早点网空 以它的追势 绝对应该赢得到那只性格迷人 是的 性格迷人就跑得正好 守住第四位二跌 很早发力 回来贏了 反而一言即中 其实它有它的能力 在这场赛事 排回三档 希望早点网空出席 拍试骑跑 是很合拍的 我觉得它千四 应该追得更加劲 要了这一匹马 另外我自己都会喜欢 第二就是12号 猫若天仙 这一匹马也是一匹很厉害的 后径 上次 应该说前一次 跑group one 这一匹马也是 追那只万灵竹 又是追得很好 万灵竹是什么马 是由去年到现在 跑了七场赛事 一场都没输过的马 是长胜将军 那一只 你过来马威 输给万灵竹 而赢了那只星光盒 其实能力反映得挺好的 这一匹马 其实它要找遮挡跑 但是最近跑得差了几场 要么就没有望空 有遮挡 但是没有望空 就是实际 要么就是望空跑 跟前走回来不多 这些马 其实它是最佳的跑法 就是留了一段和它追 这一场跑的八档 它绝对做到 跑回1400米 又是适合它的路程 它赢过的路程 有三个赢 我觉得这一场赛事 卖越天仙 你拼它跑的比赛 它也很好分 所以上一次是失车 你不要看到第八 其实是失车 然后前一局 和大前仗跑第五 和跑第八 那两场都是望空跑输 跟前走回来不多 而且有些斗口 今次这些马 我觉得 既然它跟全灵马 一只黏马 它是跟熊马跑过 跑得好的 它的能力应该是挺高 这场赛事就是这样 又是跟熊马一起跑 它有能力 另外 选择两匹西东巴 一只要了二号 这一匹的挪威风神 第一 夏宁敦夫人达霍里尔 这个组合 我从暑假说到现在 绝对要留意 因为这个组合 很多马 派马去英国或法国远征 是跑得挺好的 第二样东西就是 这一匹马是很中心的 整天跑得很近的 跑千四米这个路程 七次跑六次是有上名的 所以它是很中心的 再加上这些马也是 整天后想撲近追一段 它试过在约翰 亲王錦标 五月二十九日那一场 输给同场的热门 湖半乡镇 大陶宜奇那一只 而那一场 它因为早段日 有点失车 迟了望空 回来才输给它 所以两匹马一个实力是很近的 今次跑回千四米 会比千六米好的 这些马 连场背重磅都可以跑得好 你现在背一二八 它会轻很多 会好很多 所以这一匹马 挪威风神要摇 同样道理 有一只马 杜哈尼这一匹马 我都会拖起它 就是因为它近几次背重磅 都常常跑得好 今次背一二八 对着其他马 其实它的吸制赛 证明是多很多的 这一只马 前面铺一跑那一场 千六米鼓活 第一次跑鼓活 跑及才跑第四 我是觉得拜不足距 一来对手很强 私情暂放 敌手不占 白雪灯 是厉害的马 二来第一次跑鼓活 鼓活是很难跑的一个马场 第一次跑第二次是这样 今次回来主场巴黎龙上跑 巴黎龙上这个马场 它跑得很熟 同场同程 六次跑 五次上名 所以这一只马 今次跑回主场之地 我觉得它也是可以要的 吸制赛证明了 这一匹马 就是跟刚才说过 12号一样 输过给万灵族 这一只马 更加有威胁 输给万灵族 万灵族 刚才也说过 是一匹今季很厉害的马 所以到哈尼这一匹马 都要拖着它 这一场赛事 我自己就选一些 实力未见尽的马 反而性格迷人 热门 或者太空蓝钓 这些是见尽的马 我拼一拼它不在 OK 自己就买了这一条票 希望都中了 今段片讲到这里 希望今次的心水 是摆明拼那本 拼它位置Q 因为位置Q都可以好好分 希望今晚的12点 大家各个马会的户口 是有钱收的 至于本地的赛事 明天再和大家聊 多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今晚赢多点 喜欢的话可以赶回10元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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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